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AutoCAD Mechanical智能高效的产品结构设计 为了这么说呢 首先来讲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大家在座有没有 有多少人先有知道这个AutoCAD Mechanical 请举手 知道 哎呀都知道啊 有多少人正在用的 正在用 就很少了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 那我非常感谢那个正在用的人 能够来继续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 那我今天的讲解当中 有一部分是我们本身Mechanical有一些特性 有一些呢是我们2010Mechanical新增的一些功能 那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 Mechanical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把这个产品呢 在市面上简称叫做ACM 就是AutoCAD Mechanical简称ACM 它主要就是说面向我们制造业的一个AutoCAD产品 那这个产品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说 哎大家认为有的人可能不了解的认为说 那它是另外一个AutoCAD公司 其他二维平台产品 不是AutoCAD 这是错误的理念 它本身就是在AutoCAD的基础上 新增了一些功能 那这些功能呢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绣 绣这个功能 能有帮大家带什么的 第二来讲就是说 它是一种专业的机械设计工具 我们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在建筑业去做呢 因为它专门面向我们机械工程师而来的 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些 二维的轴啊 螺栓连接啊 正样标准监库啊 我们常见的国标的标注啊 我们的局部放大视图啊 孔表啊 BOM表啊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跟我们制造业相关的 所以说这款软件是面向制造业的 那第三个来讲就是说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不是绘图 我现在讲设计不是绘图 它设计的时候更加自动化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创建一个 我们常见的螺栓 那可能你用All-Cat 熟练的人掉块 啪啪啪改改就成了 那这些东西呢 还是基于你原有的累积的数据量 才有这种方法 但是我们的软件当中呢 你可以直接从裤裆去调用 而且这东西是跟国标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东西呢 方便便于大家是说 在设计当中呢 提升一些设计效率 不在于绘图 All-Cat Mechanical 我会讲一下说 它的重要的理念 并不是绘园绘直线 而是在做设计而用的 那还有一两点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款软件跟我们的 All-Cat三维软件 Inventer这种互操作性 是无缝的 那有的人说 我用了二维软件 但是我的客户呢 给了我3D的模型 我觉得他很 我就要把那3D模型 出从我的工程程图 三式图 我再去做其他的设计都行 OK 你在All-Cat当中 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All-Cat不可能 直接去打开你的 IJS Step文件 但是在它当中 是可以的 但而且它直接 去我们 以Vinter操作来讲的话 它的这种关联性 就是说 一旦我的3D软件改了 这边 我的优客者 会提出来告诉你 当你打开这个图子的时候 会告诉你 你这文件 已经更新了 你要不要做更新呢 OK你点Yes 它会把你除了所有图形 啪 更新一遍 那我后面会有个简单的 微丢给大家看 那最重要的 Mechanical还是DWG的格式 这点请大家放心 并不在于说 我的软件 打开设计完之后 给了其他的人 别人打不开 不存在 不存在 那首先来讲 我们看一下 All-Cat mechanical 和All-Cat本身的特性来看 那第一个来看 就是说 对比All-Cat 我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那它拥有All-Cat的 所有的全部功能 跟All-Cat的界面 DW介入性 汇图工具 汇图工具 一模一样 没什么出入 快捷界面 都是一模一样 那哪些不同当中 All-Cat没有的 是跟机械相关的 我们标准键才没有 我的国标 它里面支持的 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All-Cat没有 还有我们智能标注 我们的报名表和序号 以及我们的 Invent的关联性 以及我们简单的 数据管理 那这些东西 都在Mechanical当中有的 可能大家用了 Mechanical当中 有些东西 大家并没有生成去用 那总结来讲说 Mechanical 它只在提升 我们的二维设计效率 而并不是说 我们在绘图 绘图的东西 都是All-Cat的功能完成 Mechanical不干这活 那Mechanical优势来讲的话 大家可能有人 还不太清楚 我就虽然非常简单的介绍 All-Cat的Mechanical 其实它是个包 这个包当中呢 包括一个非常非常 完整版的All-Cat 不是All-Cat LT All-Cat的完整版的 那这里面 多加了一个Mechanical模块 就是刚才准备 和以后要讲的 那一部分功能 还有一部分就是 我们的DAM 也可以这么叫 我们的数据 数据图文档管理 我们不做PDAM这里面 这里面不是PDAM 不是DAM OK 那这是Mechanical 当成本身的价值体现 那这里面 它的优势来讲是说 它的目标很简单 用最短的时间 把我们设计图纸 非常准确 为什么能够说呢 因为这里面 很多标准的东西 我们已经预测好了 调出来就是对的 你自己去查一个 机械设计手册 有可能是查错的 有可能划的时间很长 划的又划很长时间 又不能做这件事 那我们说 用最短的时间 划出来产品是正确的 那第二个来讲 就是说 我们要 从 我们有些设计来讲 大部分的设计 我相信用二维 All-CAD 有很大一部分人 在做改型设计 对吧 并不是说用 All-CAD 从头开始 换一条线 出来新的产品 不是 那我们这里面 就很 就需要方便 快速地 对我们设计进行重用 减少我们的一些 复杂的工作 那这里边 我们就会有一些 我们的消影线的处理 那我们的一些 涂层的处理 等等这一类 我后面会做一个 详细的介绍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在这里面 做一些智能化的东西 帮我们除暴墨啊 帮我们做管理啊 帮我们做 以3D软件 这种关联性 这是它的优势来 那我们通过一个 国际调研组织 一个AppDing啊 这里面包括我们 All-S 个AMD 打索 UGS PTC 它帮我们调研的结果 就是说 在绘图和标注的速度 那这个绘图和标注的速度来讲 它帮我们提升55% 如果用的人 真正去用的人 你会感觉到 真的是非常的快 那在设计任务当中呢 如果你真的是做机械设计的 并不是说消费品 出途用的那种 我画一些机械 机械轴啊 齿轮啊 弹簧啊 等等这一类的东西 它提高速度 绝对是达到这个值的 绝对是达到这个值的 那最重要的是 它命令减少了60% 我们用米开那一口 就不必要算 以前我敲了键盘 啪啪啪啪啪啪 每天听的人 去敲的键盘声 很少能听得到 那我们总结来讲 从我们的奥特开的 迁移到奥特开的 米开那个大中呢 总共有这十个理由 那我后面呢 会针对这十个理由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OK 那首先来讲呢 就是说 第一个来讲 我们大部分的设计 机械设计 都是标准化的 有很大一部分程度 都是标准化来完成的 那在标准化来完成来中呢 我们这里边就需要 很强大的这种 标准零部件裤 那这本零部件裤 在米开那国当中 已经集成了 七十多万个 标准零件和特征 那我们旁边的图 看到就说 螺酸 螺钉 螺母 这些东西 只要戴着裤当中 直接就去调用 我们软件 跟其他的一些 有库的2D软件 最大的不同在于 我们对国标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款软件 主要的研发都在中国 都在中国的上海RD 我相信在昨天也听到了 我们有一千多二 一千三百多人 在我们的RD当中 他在那边 对这个产品当中 标准零件当中 做得最好的 就是国标的 国标的 比其他竞争对手 比其他竞争对手 做得最好的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做 我们标准零件 特征 孔 钢结构 推刀槽等等 这一类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是 做这些东西的话 我相信它会帮你很大 那在新的版本当中呢 会增加到我们的 自定义我们企业级的 企业级系列化的 零部件裤 之前有人用过 看的米开那些 有人说 你的裤挺好 但是呢 我要用我自己的裤 怎么办呢 我定义起来很烦满 或者装不进去 我只能用一些 图形块来表示 现在没问题的 现在你可以 把自己企业级的 二维的裤 跟我们这里面的裤 集成在一起 一模一样的 做出来的结果 那在这里面 看个简单的video 我们这边可能需要 在这边打一个 螺酸连接 两个电板 我只要调出 我的螺酸连接模板 选择我要的东西 我的螺酸啊 多大的 浮视图啊 多大的东西 往这一放 告诉上 我就从板穿过来 选择哪个视图 抛视图 那我们软件就会 自动地帮你 把螺酸连接加出来 把后面系都做出来 那做完之后呢 我觉得OK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可能不是M8的 我可能M6的 我可以再做个更改 那我们软件也会帮你 自动地去 你只要双击它 就像三文软件一样 双击它 填个数值 它就过来了 那这种东西呢 你看一下 你如果我们真的是 自己要画一个 这样的零件的话 你用AutoCAD的方法去画 你想想你大概可能会 花那么熟练的人 也要花个几分钟 能画出来 对吧 那你现在用的软件 啪一掉出来 就出来了 那真的非常方便 那第二个来讲 我们刚才讲了 零件发布 库管理 在Mechanical当中呢 而且是2010版当中 我们增加了这种 库管理的界面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 企业级的 自己的零件库 直接发布到这边来 那发布过来 发布这种当中 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 Excel的表示 Excel的形式 这后台 其实我们这库啊 到后来还是个Excel 你可以去在Excel的方式 改完之后再弄进来 这样改起来更快 尤其你做参数值的时候 多少个参数 不同的系列 就可以在这边 就更改 就照过来 我们后边有一个 简单的 发布的过程 我们自定义 我们的零部件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 其实Mechanical2010 和OutCat2010 在这边做到最大的改善 为什么能做这个库 原因是说 我们做库的前提 是要有参数的 因为我们做库 不可能做一个 零件的图形 放在那儿 那不叫库 那只是单作 一个图块放在那儿 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的库零件 我要随时 像刚才我调用 那个楼酸一样 我是要标准的 我可以更改的 更改的就需要 我们有这一部分的 参数化的功能 在Mechanical当中 是已经有了的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参数 按到高啊 长啊 多少个数值 多少个位置值 往这一放 OK 我们看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我们新的界面 如果大家没有用过 都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建工库 我可能写成公司的标准件 它是哪一个类的呢 我写了一个设备的 设备类的 它放在什么位置 其实这个库做完之后呢 你知道一个人做 其他人输入进来 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边 我这个 当前的试图做个库 那在这里边呢 我先把这个关掉 我只需要 我现在做这个零件的 这个形状 我用这个零件 我可能主要做个主试图 在这里边呢 我先把它调整到 我的零零点 我的坐标 装配的时候好装配 OK 往这里说 我们把它做一个 简单的这种 图形上面的处理 因为我显示的时候 我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会显示 把所有的约束显示出来 有约束才能提到参数 没有约束前提下 参数是无意义的 我们的参数 都是建设在 约束的前提下的 在这里边 我们去做一个 相等的条件 OK 做完之后呢 相等的条件 做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去 需要去给它 标注一些数值 那这些标注的数值呢 这些数值标注出来的 它是具有参数化的 那一会儿呢 我会做一个例子 一会儿做个例子 给大家去看 这个参数怎么去变 OK 因为我有这个参数 变过来 其实在这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做这个库当中 过程当中 做完之后 我只要更改 我某一个零波件 我可能变成 另外一个系列 这是我要的库 而并不是我放个图形 放在那里 没有意义的 对吧 OK 我们做完 在这边你可以命个名啊 因为命名之后呢 你掉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 它长 宽 高 你要求去选择 那这边的值是多少 OK 做完之后 主表 在这里边 你就可以把你的东西 定义进来 我的长描述是什么 设备的长度 让人看得明白一点 看得明白一点 OK 孔径 我们的 就只需要 因为我那个图形 我可能只需要 这几个参数 放在这里边 这是我给一个设备的型号 OK 加几列 好 一列 两列 我先加两列 好 我改个数值 我这个型号的东西 我只有两种型号 别的我不要 我只有两种 然后调用的时候呢 我先把它保存完之后 OK 保存 在这里边呢 就给它个名 哪个试图 保存到工具机当中 当你新建一个零件的时候 到工具机当中 找到这个东西 往这一拖 告诉你选择哪个型号的 往这一选 这东西就出来了 不同的型号 不同的选择 OK 那这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边 做完之后 这里边 你所做的每一个零件 这里边的爆木信息 它会带过来的 因为你一个零件 你可能代表 它一个零件的属性 对吧 那在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爆木信息都带过来 OK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一个第一个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一些机械的 标准零部件库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种 专业的绘图工具 其实 Mechanical在这方面的 绘图工具来讲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说 它把一些常用的命令 比如说抛面线的 比如说我们这些 中心线的 构造线的 等等这一类 做了一个集成 你用的时候 会非常简单易用 我们看个例子 我们在这边 打几个孔 打四个这样的一个孔 这个孔而且是标准的 尘头孔 我想想 你们想想 之前如果 all the case 去做这个东西 你要怎么去做 是不是查手册 还是怎样 OK 那在这边 我打个尘头孔 俯视的 多大的 一选择 我这一放 我东西做出来 在这的时候 我停一下 意思是说 我们做这个孔 我说你们提个概念 就是说 做这些孔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没有设置任何的图层信息 对吧 我打完这个孔 中心线 是这种颜色的 我的这个 外边这个 外边的这条线 是紫色的 实现 看到的是白色的 其实在美开那口当中 对于这一点的 涂层的管理 我后面会讲 我现在先提一下 就是说 它是自动的复过去的 自动复过去的 比如说 软件知道说 我要画孔了 OK 你画出来的形状是这样 那至于这个颜色 线形状怎么设呢 我们在本身的 奥特开的美开那口 就有个专门的属性 在那里面设好 设好之后 你把这种属性 反到你们公司 所有的人上 那你画出来图形 所有的图层颜色 都是一样的 对于企业 公司标准化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点 在图层来讲 而且大家有的时候 画图的时候 把这复复 复在哪个层 一会忘记了 怎么样 非常麻烦 在美开那口 做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那还有一点 我们刚才也讲了 参数化 在多种环境当中的参数 其实在这里边 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不用看 就看这个图形 大家想一想 如果用 咱先说画图来讲 如果就画一个 这样的形状 用奥特开的方式来画 我相信肯定能画出来 这是不用说的 但是画多久是个问题 什么方法去画 也是个问题 对吧 但是一旦有了 这样的参数 去画这个东西 那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设置 所有的这些线条都相等 我改一个 啪 都会变 也就是说 我们奥特开的 美开那口 是具备我们的 2D的参数化设计功能 满足了一些 我们工程师的需求 之前说 看了那些3D软件 都能改一个 我点个数值 我敲个原来100 我改个150 我图形啪的变了 二人能不能 我们的工程师 给我们出了个 非常好的问题 那现在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这边 我们的mechanical 包括我们 捞的开的 都是可以做的 我们在这边 可以添加我们的约束 添加我们的约束 然后呢 在这边 我们可以去 添加我们的长度 200 比如说 这个可能是250 这种说法 就跟我们3D的草图 画草图是一样的 对吧 为3D草图一样的 给我们的数值 然后我们就会直接去 变更我们的一些尺寸 OK 那我们在这里面 同样可以用表达式的方式 去输入两个数字之间的 这种关系 那我可以 它的一半啊 它减多少啊 减多少 它用括弧的方式啊 涂压啊 OK 那这样你改的时候 你只要改一个 那其他的都会去变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 就会有个这样的一个参数表 参数表的管理器 那在这个表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这些产品的数值 形象表达出来 这个模型做完之后 其实这是第一步 做完之后 可以直接发布到裤裆中去的 对吧 这也可以发布到裤裆中 那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设计的产品零部件 越来越趋于标准化 智能化 这是我们mechanical 的一代中子 而并不是简单 去做我们的绘图 OK 那还有一部分的工作呢 大家用Allocad 用二维设计软件 15%的时间 可能都是在用于来标注图形 标注尺寸 那我可能用了3D软件 用的是ProE Cartier UG Solidworks 等等等等 到了Allocad 还是习惯Allocad的标注 对吧 因为Allocad的标注 非常的简单 非常符合我们的标注 非常符合我们的习惯 等等等等 但是毕竟是Allocad的 用了mechanical当中 我们mechanical有很多 那种智能标注方式 比如说我们就连续标注 那比如说 其实我最喜欢给你 举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 做这种 公差配合的 原来做Allocad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公差配合的话 我要在一个词 后边添一个配合 添一个公差 你可以用本身软件 去自带那种功能去做 但是你要修改的时候 非常麻烦 我针对每一个零件 都要这么做的时候 非常繁琐 其实在mechanical当中 我们对这种 公差配合的处理 第一呢 我们集成了 我们的机械设计手册 里面的公差配合值 第二来讲 这里面你的 变更的 更改的 修改的随意性 会更大 我们有个脸的例子 可以看一下 那我标的这个尺寸 我觉得它用这种方式 我只要选中 我的东西 以它有机点 这种方式 标过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长度 太长了 我以为尺寸我不要 没关系 我只要把这个尺寸 选中的尺寸 用这种增强删除 拍一删 我的尺寸 间距都是一样的 对吗 这种间距是在 mechanical当中 是可以执行进行设置的 保证你图子没关系 在这里面就说 我点这多大的配合 这边都会有 包括这种公差的类型 我选择哪一个 直接手动一赶就完了 图子就出来了 那对于这种排列 标注的尺寸 我可能觉得 这边是5 这边是70 我只要按 从小大家尺寸 排列出来 点一个排列尺寸 高上哪个基点 回车 我们软件就会做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很快地 把我们一张图子 在做标注当中 比较烦的事 都很好的解决 这里边我们有 秀一个功能 就是说 我没有去演示 就是说 一个打断的尺寸 如果我们尺寸很多的时候 我们mechanical 又对付打断的功能 直接把尺寸打断 有人说 你打断了尺寸 我要改那个尺寸 怎么办呢 对吧 其实很简单 既然是智能的打断 你那个尺寸的 关联性还在的 你只要是双击 那个尺寸 你想改它的 公差配合值 一样造改不误 造改不误 那这就是我们 mechanical当中 对这些方式的 提升 提升 那 说到想图工具呢 我们这个尺呢 是一直 我本来想换的 上次那个 跟我们领导说 不能换 这是老外定的尺 不换了 其实这个功能呢 主要就是做我们的 局部放大视图 那我们都知道说 在我们做局部放大视图的时候 原理有的 autocad的 如果我把这个图形 从这么小 放大的这种五倍 能玩吗 肯定可以 你做的方法 可能说 我把这个图形copy出来 我放大scale五倍 画个圈 把其他东西 啪一剪掉 图形在这 标个数值 两条线过来了 那有人说 这边标个值吧 比如说这个段距离 原始的值数十 你在这边标一下 变成五十了 不是我们要的 我只是把图形放大了 我的尺寸并没有放大 对吧 我标的尺寸 我也不是这样子的 你标的这边是十 你不可能我放大五倍 它就变成五十了 这也是不对的 对吧 还有一个关键 一旦说 老板说 这个地方 改一下吧 好 这下好了 改一下这张图 重新干一遍 对吧 干的过程还是一样的 其实 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很小的工作 但是 这些工作 占了我们工作当中 可能有很大的一份 都在处理一种繁琐 重复啊 重复啊 这类的工作 这类的工作 那在我们 mechanical当中呢 这是一部分 还有我们的 我刚才提到的 一些孔表 孔表 我们做图形的时候啊 尤其做模具的 我们在一张图形当中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孔 如果你把这些孔 都按照XY的坐标子 把它标出来 你这张图形会非常非常乱 做这个孔 对于这个产品来讲 它的加工来讲 给到车洗帮忙 这些加工的时候 它只需要这些孔的坐标值 就OK了 它相对于某一点 坐标值都可以 那针对这一点来讲 我们这里有个孔表 那针对这个孔表来讲 我们可以去设定 我们某一个的坐标值 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局部放大视图 我把这边放大 OK 放大两倍 把这连影线给它拿出来 放在这 两倍 老板说 这个导角要改一下 你看我们这导角 只要双击一下 导角的命令出来了 改下10 这边点一下确定 确定 这导角就变了 变了之后 你这边标个尺寸 这边可能是11.18 这边再标一下 还是11.18 没变的 OK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孔 你想想如果你把这些孔都 把这尺寸都标出来 你这张图形会乱不乱 非常非常乱 但是怎么能夹 加工人员表达出来 做的意思 OK 也是明白的 我们在这边有做一个孔表 这些孔表 我们可以直接导出一个cell 给你加工人员去用 都可以 对吧 这些孔表 比如说1.1的这个孔 它相对于 这个中经典 相对于标子是多少 你把这些信息 给到加工的人 他肯定知道 这个孔怎么加工出来 对吧 他肯定知道的 那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来讲的话 其实重要来讲 并不在于说 我们怎么把这张 这个表做出来 这个图做出来 其实我们在找一种 设计的方式 设计的方法 其实这些孔 我们之前有人说 你这些孔 是不是画好的东西在那了 我随便画几个圆 行吗 在比开那口当中 它并不像三文软件 你只定孔 它就能做出来 只要是圆 它就认为是孔 你就可以用这种命令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还有这些标准的符号 那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的表面出超度啊 我们的焊接符号啊 我们的焊接符号啊 基准符号啊 等等这一类的东西 如果你在 all the cat当中 去做这件活 你基本上 每一件事 你都要把它定义成块 比如说这公差 表面出超度 我们最常用的 这种方式 这是多少 我定个块吧 那个我的图形 可能原来是1比1的图 后来我现在变成2比1 我这图画来放小一下 放大一下 变成2比1的图形 对吧 你满足这个图幅的 大小的尺寸呢 要不你放的太小了 对不对 那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米开那口当中 这些标准的符号 都在软件里头 已经集成有了 常用的都有 而且跟国标 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这边举的例子呢 这是一个NSI的那种标准 在这边我们举个例子 这边螺旋连接 螺旋连接 往这一放 告诉你 六角头螺旋连接 Gb多少多少多少 这些值 一拉就出来了 那这边呢 我可能就做个表面出超度 上下 我往上放啊 往下放啊 多少的 6.3 要不要那个加长横线 OK 添加 我们做好的东西 是可以把它添加的符号库 你下次调用这些选择 数值都不用输了 做个基准符号 多少个 A A吧 然后再做个那个行为公差 放在哪里 多大 这边0.1的 A 选的垂直度啊 还是怎样子的 往这一选 往这一放 对吧 这边还有焊接符号 我可能做机械人比较常用 多大的焊缝 OK 其实你看我们做的东西 一点一拉就出来了 对吧 这些符号来讲 你凹的开的 我肯定能做 我们说奥的 我们就米开那个并不是说奥的开的不能做的 米开那个才能做的 并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绝对都奥的开的都能干 只是谁干的快 谁干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不是我们要的 干的结果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看中的 那 OK 下去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的这种 我们叫做零件虚号 和我们的蹦表 对吧 这是我们做二维当中 也是需要的一部分东西 那在这里边呢 有几块的东西 第一个呢 我们是出我们的零件虚号 那这种零件虚号来讲的话 传统的出法呢 是画线 写数字等等这一辆 至少我之前就是这样用的 那出完之后呢 我们会出上这个明细表 报幕表 那出完报幕表呢 我可能会把这报幕表的信息 输到我们的ERP啊 MRP 这种我们的数据管 企业的数据管理文件 等等去的 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来讲的时候 出了一个很麻烦 很繁琐 出起来也没有关联性 对吗 还有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这个 我的零件虚号 和我的报幕表 我的报幕表 目前用AutoCat的出法 如果不加任何的那种 外挂程序的话 都需要手工去填写的 手工填写带来的麻烦 就是其实并不是很麻烦 我填写很快 但是呢 你并不能保证 你填写的很准 有的时候 一对一 我一百个零件虚号 拍拍我的地方 一写一百次 并不是每个人干 最重要的是说 这件事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没什么意思 你写个零件虚号 一对一 小学生可能都会做 你告诉文员 他都能干 并不是我们工程师干的活 我们工程师在设计 并不是在绘图 绘图的事 我们叫绘图员 找个人员都可以干 还有呢 一部分就是说 大家看这下 底下这张表 这张表 其实这是我们 我刚才看了 我们搭装配那个过程 其实这边 我们在米开那口 做产品结构的时候 也有这种结构素 对吧 也有这种结构素 这种结构素 反映在图形当中 可能就是一叶纸 但是反映到 我们的BOM信息当中 我们的BOM是有结构的 我们的所有的装备 都是从零件 纸装配 纸装配 总装 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装配的过程 就是我们BOM体现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最后的 最后的这种零件开始 我们这是零件 零件做完之后 我们做我们的纸装 第一阶级的纸装 在这种纸装 下面再有纸装 等等等等 这一类 反倒我们最弱的一个总装 这种信息 其实对企业来讲 这种设计BOM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种BOM的结构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怎么能体现出来呢 其实在这里边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第一个标入零件序号 我们其实在这里边 标入零件序号的方式 非常简便快捷 只要你的零件序号标好了 这些我们BOM表明信息 它也都会出来 而且报告生成器 也会有四种方式 我后面会讲一下 所有的BOM表当中 包括我们的标准件 零部件 你可以在BOM表当中去筛选 我之前是我的标准件是多少 之前是我的非标是多少 我之前是采购件是多少 等等这一类 我输入到一个cell当中 我们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现在当然有疑问了 你做的这个 这个BOM表 这就是一张图纸 它怎么啪的一下 零件序号都出来了 这个东西呢 其实用过的人都知道 不是说 你不做之前的准备 这个零件序号肯定出不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零件序号出来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要对我们每一个 做设计当中 无论是二维跟三维 你都需要给它指定一个零件名 和零件的属性 对吧 其实二维当中也是一样的 基于的道理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 你需要再为我们零部件 去给它一个名字 你在BOM表当中才会体现 那有人说 你这不还是要写这个名字吗 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你的过程没有少 其实大家 这个过程导致这种结果 我相信大家 我不用说 大家可能也很清楚 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你只要去定义一次 OK 你说我的数据都会在这里 你不用说 我变更的时候 我会出错呀 我说很长时间呢 这都不会 那还有一部分工作 我就刚才讲的 这种BOM表的生生气 那这种BOM当中 这二维当中的BOM当中 我们现在目前默认的 有四种的这种BOM的形式 包括我们的BOM表的 详细列表 概要列表 以及我们的概要列表 和详细列表的一种组成 那首先呢 我们这些表当中 它会帮我们自动生成 这样一个SUMMARY LIST 你也可以 就是这种概要的LIST 其实对企业来讲的话 也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 我们所有的零件 那PIN NUM是多少 它描绘是多少 它的材料是什么 所有零件都在这个项目当中 其实二维当中 完全可以出这个BOM 那出这个BOM来讲 就是说 你做好了这BOM当中呢 并不是我 这格式第一不是我要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提供 那种自定义的功能 那自定义的功能 是基于我们本身的 这个BOM的信息 这个表格 结构是了 你必须要在 这四个表格当中 去做 基础上去做更改 你不能随便定义几个 它不认得 但而且 这些BOM表的信息 必须跟你 明细表 这些PAD信息 是能够关联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你这边有 这边 你这边也在定义 两者之间才有的关联性 否则 你随意去定义 两者之间不匹配 也是出不来这种信息的 有的人就问我 我定义的东西不对 出不来 其实回头一看 你那边有了 这边没 这边有了 那边没有 两者之间不搭配 不搭尬 那根本是出不来的东西 那 做这个时候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把我们的 这些 这些 标题栏的 这些属性提取出来 比如说我们把 这些框框的属性提取出来 这些信息 那在这些信息提取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会说 我的PAD number是多少 我的这个产品的零件的 描述是多少 其实都在这个我的明细表当中 对不对 我说的报名信息 这二维当中的报名信息 都在明细表当中体现 我的质量啊 比例啊 多少 那我的表头的样式是怎样子的 OK 这么多 那在这边就是说 你看 这边是零物件的特性 零物件的特性 是有什么 是在你那个零物件的特性当中 定义的东西 这边是明细表的信息 拿过来 这边是标题栏的信息 拿过来 几个信息 啪啪啪啪 一对应 你再出图纸的时候 那所有的这些 报名信息 就会移植过来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可能 有人可能已经想 这功能干嘛 第一是刚才我认成 报名结构 这是没错的 还有一部分功能 就是说 你不是能出这种 自动的出报名吗 对不对 你是不是一定要 用米开那口的图纸 做完才有这种结构啊 不是 做这件事 我后面讲这个 做这件事的工作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说 把这模板提起完之后 我们要把我们的 报名表移植过来 我们要 让我们的后台程序 自动的帮我们 把这个报名结构都做出来 因为我们 对于我们的工程师来讲 大量的数据 都是我们out of cat的数据 对不对 out of cat当中 最重要的信息 也就是在这个明细表 当中去体现 我们每张图纸当中 它表达的信息 那对于这部分的信息来讲 只要我们 用这个模板提取好了 我在报名 一直用这个命令 直接去把我这个 模板的信息拿过来 我的报名表 只要打开一个零件 点那个报名信息 它就出来了 你就不用去定义 我们零件的属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OK 我们报名表进行移植 那移植过程当中 我们选择一个 我们零部件 一套图纸 这一套的DW图纸 我把这个DW图纸 所有的这些模板 拿过来 我在这里面 可以对我们这个图纸 这些样式进行检查 检查不对的 它会帮你做提示 你要检查什么样子 那些样式 都是默认的 不能改的 也不能增加 那做完之后呢 这是我一张图纸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点这个明细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里边的蓝色的东西 已经有了 直接啪往这一放 所有对应的信息 都会在这里 你只要点开 第一张 这张图纸的 第一套的 最顶层的一张图纸 组装配的 就是这个结构上 总装的一个图纸 你再点以后的 另外一张 只要点开打开 这套图纸 它就会自动的 把你这个 帮表器 啪啪啪往这一放 都放在这里 明细表的东西都出来了 只要那明细表的东西 出来了 随之反然的 就会把我们的 零件序号都放出来 零件序号又放出来 但是我现在做的 不太好的地方是说 我零件序号 并没有放在 某一个零件上 因为它不知道 你这零件序号在哪里 不知道这个零件在哪里 你需要把这个零件序号 啪啪啪挪过去 但是你只要去用 这个自动标注零件 引出序号 哎 我这 这个零件序号 我都会引出来 这个功能 主要是针对我们 目前现有的 奥特卡的 不是Mechanical 奥特卡的DWG的数据 做这种产品移植 Mechanical的补法 做这种移植 Mechanical的数据 不能做这种移植 OK 那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图层管理 那我们的图层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 哎 你看这些图层的信息 其实这个图层信息 我比如说 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 不太清楚 这边我可能做的 这种常规的 我们的线型的 那比如说 我们做这种 包摩表的是什么 文字是什么 消耗眼线是什么 零件特征是什么 中心线等等等等 这些颜色 都在定义里定义好 只要你应用 Mechanical的 那个中心线的命令 它可能就是一个绿色的 对不对 那这些信息 都会在这里面定义好 定义好的好处 其实这个东西呢 第一呢 是方便我们的工程师 不用为这种图层 这每次的赋予图层 赋予图层 这种图层的切换 图层的转换 图层的附加 而烦 第二来讲 我像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东西做好的时候 公司的二维的 DWG的图纸的 标准化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拿了一张图纸 大家知道那种 画的是什么 那个线性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那种东西 拿一张图都很漂亮 都是一样的 对吧 OK 那下一个来讲呢 我们就是消影线 什么叫消影线呢 其实这个例子很简单 我们就是说 这是一个我们的齿轮板 那这个链条板当中呢 我们这是一块 前面的一个板子 后面的一块板子 那中间被它遮住的地方呢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 绿色的地方 原有奥多卡的 你处理的方式 其实也能做 很简单 把这个东西打断 再换那个线形 换个颜色 附到那层当中去 这张图做出来了 对吧 绝对也能做 但是呢 你做完的结果就是说 现在可能这个角度 可能是差不多 15到20度的样子 但是你经过你的结构变形 因为我们讲了说 用我们CAD 大部分都是改形的设计 可能某一个特征要求我们说 你的角变成45度 随之而来的 你的这些线条 都要重新去做 对不对 那个做法 就不像现在这样子 因为你要把原有的线形 都还原 还原到原有的可能实现成 然后呢 你再去把这些线程 再去第二次的修改 其实反复的这种修改 其实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命中 就能完成的事 你可能会花五分 八分十件 就说这些 繁琐的事 就是说我们要很有效地 去利用我们的这种 现有的技术 去完成我们 帮我们快速的键 其实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按照 我们目前的设计里面说 这个是前边的 我挡住后边的 我要么让它去线 要么看不着 但是呢 我要软件人家告诉我 哪个是前面 哪个是后边的 对不对 那一旦它做好了之后 你看它原来是这样 OK 我再重新做一下 那现在是都是实线上的 那我现在告诉他 这个是在最前面的 后边都被我挡住了 那后边呢 要么是没有 要么是虚线 那当我去这些东西做完之后 当我这个产品零件 我需要做旋转 我做变更的时候 只要你做了变更 这些线型 它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的 随之发生变化的 两种之间产生这种关联性的 关联性 其实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做这个东西 第一呢 它帮我们把这线的形状 显示的方式挂过来了 第二来讲 它会自动的帮我们 把这个线型 放在它对应的涂层当中去 我们不用管的 其实你看我这些demo当中 我所做的东西 肯定都不是白线的 对不对 都不是实线 实的白线 我都没有做任何的 赋予涂层的工作 其实这种涂层的工作 都在后台当中 你用了那个命令 它就认为这个是 OK 带那个 它自己到那个涂层当中去的 我们不用管的 那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在mechanical当中呢 如果大家用二维比较熟的话 我们做的一些轴啊 链条啊 那个形态啊 螺串连接啊 包括我们二维有限颜分析 我知道有的客户也在用 其实这一部分的工作 都是我们在二维当中 可以做的活 可以做的活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链条 当中写 其实在二维链条当中 你只要输参数值 我们软件会把你这个链条做出来 你要想想 如果你自己去画 表示这个链条 你可能会发一定的时间 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表达事宜的东西 我要查机械手册 我要查它那个配合的东西 我要爬等等等等 这一类的东西 我都觉得这个东西 最终结构的结果还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种标准的东西 在我们软件当中 我们是已经有的 包括我们常用的 轴弹簧突轮灯 这一类的东西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与3D软件 这种跨平台 这种2,3D数据的集成 其实这部分的集成来讲 是主要是为我们这种数字样机 提供一种完善的解决方案 在这里边呢 第一呢 是能够跟我们本身的 也奔特实现这种 2,3位的集成 第二来讲 我们在米开那口当中 直接可以打开 STP和那个 HS这种转换器的格式 如果你有这两种格式 你又喜欢用奥特开的 去做一些处理的话 你只用米开那口去处理 奥特开的无法完成 这样的活 那我们看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我们的米开那口 那我们可以直接去打开 我们inventor的文件 这是inventor的3D模型 到这里面来 其实打开这种模型当中 我们可以在二位 这里面其实可以 也可以很快速地 出我们的三式图 没问题的 其实你看我们在 比如说新建个式图 它的布局的比例多少 0.5的比例 OK 放在这 第一个式图 第二个式图 第三个式图 第四个式图 其实完全也可以做 其实在米开那口当中 完全可以做这些事 做完之后呢 这些数值哪来的呢 你看你标译出来的数值 其实在这里边 你只要用眼线去标译 这是个孔 其实我们软件 它认识了M7-0.5的 这些数据 都是在inventor当中 做的一个孔 带来的数据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会做的一个孔 总是本来M10的 我只要一保存 OK 那这边呢 就会有种更新 你点一更新 这边的东西 它会自动变回来的 那我就说 我们在本身的 这种2,3D软件的 这种集成方面 我相信我们现在目前 跟OutCAD DWG这种关联性 应该是我们做的 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毕竟OutCAD 是我们发家的产品 但是而且inventor 是我们现在 组织的3D设计软件 两者之间 这种2,3D的集成 现在已经基本上 可以做到这种无缝 你点了那边 这边会帮你做更新 对吧 OK 那最后呢 我们再做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说 我们OutCAD Mechanical 能帮我们干什么呢 其实 听了这两天的会议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OutCAD 在制造业 有个叫做DP的 就是Digital Prototyping 就数字样机的概念 其实 Mechanical在这里面 就充当其中的 解决发案的一部分 它帮助我们 2,3万一这种混合当中 创建我们的样机 那还有人说 它可以把我们的 二三维做有效的集成 帮我们做这种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叫做简单的DM数据管理 图文档的管理 不能叫数据管理 图文档的管理 其实我们二维也需要 图文档的管理 不是一定三维需要的 对吧 都需要的 那 那最后呢 给大家简单一说 说我们的Subscription 叫做我们的Super应用 确实如果大家在买09版的时候 已经公司已经买了 这个Subscription 就是Super应用的话 你可以现在免费的 升级到这2010版 那在这上面2010版当中 其实我们最大的好处是说 第一 我们在这个网页当中 会有很多的 关于新产品功能的 知识培训 以及设立方法的培训 还有呢 就是说 大家可能在用我们软件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些 多多少少遇到一些问题 有的人呢 可能直接找我们的经销商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有的人呢 如果你需要得到厂家 直接的技术支持 研发那边的 直接的技术支持 只要你买了这种 Subscription 这种服务 你可以直接的 在线接受这种技术支持 而且你免费的下载 2010版 所有的增长的扩展包 扩展包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 我们自己也会在 每个版本当中呢 也会做一些 小的开发程序 那如果你买的东西 你可以在上面 去设计的下载 跟你的需求 就走一路 OK 那以上呢 就是说我讲的这个 有关奥都开的 美开以后 在二维方面的一些提升 希望我的东西 讲的东西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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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